排排站 每個人提著大包小包 一个个手部消毒 船票也准备好了 台东赴岗渔港 一早出现不少民众 搭船到绿岛 去工作还是去玩 会不会怕担心台风 不会 民众先出发再说 约菜树台风步步逼近 台东往返绿岛 来与船班 周五周六全部停航 周日会不会回复还有变数 毕竟即将到来的 是台湾今年威胁最强的台风 这连中央气象局局长 证明点也在脸书说 参数台风是逼近 最强等级的强烈台风 从目前路径来看 气象局预计周四深夜 到周五清晨 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周六和周日两天 最靠近台湾 甚至很可能直接登陆 我们预估参数台风 会以偏西的方向移动 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 预估在星期五到星期六 会减弱冬退 所以第十四号台风参数 就会来到高压的边缘 逐渐北转 最大关键 是位于台湾东侧的太平洋高压 如果高压减弱 速度较慢 那会压着台风往左偏 那么风雨主要集中在 中部以南以及离岛 相反的高压快速减弱 会使得台风路径 往右北转 到时全台降雨都会很有感 星期天这一整天 台风如果就在我们上空 各地天气都相当不稳定 会下震雨或雷雨 会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好雨 甚至更明显的雨势 可能必须看看台风 到时候是怎么样的接近 影响我们 路径充满变数 但可以确定 台风也小又清晰 甚至有专家形容 参数是个小钢炮 千万不能大意 巴拉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